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7月16日通报 香港新增67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其中63宗为本地个案 创2020年单日确诊个案新高 累计确诊个案增至1655宗 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军介绍 新增确诊个案包括4宗输入个案及63宗本地个案 4宗输入个案分别由印度、印尼和菲律宾地港 涉及外籍佣工 香港本地个案方面 有28宗确诊个案与早前确诊个案相关 涉及慈云山温莎餐厅群组 慈云山港泰护老中心群组 伊丽莎博医院再多一名病人确诊 累计已有三名病人院内感染 其余35宗确诊个案源头不明 包括兼职低时司机、超时收银员等 香港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刘家线通报 过去24小时再有两名确诊患者不治 香港累计10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死亡 现时共有319名确诊患者留意接受隔离治疗 当中6人情况危急 10人情况严重 其余303人情况稳定 7月到现在 新一波的疫情开始到现在 都十几日了 都见到有200多宗的本地的个案 其实最忧心的都是找到一些个案 但是找不到个源头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 社区的爆发就来得很厉害 有些病人就没有病征 香港特区政府实务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一表示 目前香港疫情严重 政府希望尽快截断传播链 呼吁长者或长期病患应减少外出